在台东的海滨公园公厕在经由市工所的维护以及维修下已经开放使用了 开放的第二天就遭民众破坏 大概是南侧的小便斗跟铝侧的水箱的设备设施 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修复了 海滨公园是个游客或者是台东民众平常会去散步 或者是利用假日时间休闲的好去处 但在公厕的部分常年都有人检举太脏乱或者是常有破损 但根据市工所人员表示 大多市人为破坏以及民众风德心的缺乏 清洁阿桑一月份来到这里才工作一个多月 已经见识到民众的破坏力有多强 嘴里谈到破坏处说得脸红脖子粗 更希望台东的民众要好好来爱护公共设备 男生都这样 我每天都在叫水电的 叫到水电的 我看到他也不好意思 他看到我也不好意思 这边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这欧气也是没用 修都来不及修 如何运用呢 市工所人员表示将会加装室外的监视器 只要有可疑人士 一定送交法办 而台东地区远景 也已经接受了市工所指示 加长巡逻海滨公园的死角 只要是公用设备 都应该要全民维护 虽然防不胜防 但只要有歹徒 一定要严惩破坏者 以上新闻是由郑慧如张玉成 在台东地报导